BBA自動帶出其他欄位的資料 那首先當然我們來demo一下 最後大概就是這樣子 自動怎麼樣?幫我把公司丟過來 OK這邊的話 這幾個公司實際上其實就是前面的BearList裡面這個公司 但是那裡面有幾個可能要注意的 第一個 我丟過來的話 本來前面是第二列啦 那你會發現它自動會抓到第九列 第九列第九列 有沒有 就是輸出的時候呢 它會知道說要抓哪一列的資料 你不能說每一次丟的話就A2啦 A2的話不對啊 那所以一定是這個地方9 要抓到它的變數 第二個是什麼 哪一個地方變 當然就是A欄 A欄裡面有變化的話 所以呢我要怎麼樣剛好 撰寫這個部分 然後流程我大概說明一下 這個是完成的 那我們一樣 從頭來過 第一個就是把這個 拖拉過來 或者不用啊直接乾脆拿那個剛剛這個做完的來改好了 這個來改好了 OK 那這個拖拉過來啊 A2你可以把它改一個就是前面這叫VBA好了 然後 我這邊有 第二個 好 那你要怎麼做 第一個當然清單都一樣 只是後面這地方不一樣 把它刪掉 不過底下好像還有 我把這邊都通通刪掉好了 好 不需要預先做 那清單是需要的 我是需要的 清單一拉下來 自動幫我帶出其他的資料 那這個邏輯 首先一 先切到開發人員 二 找到 那個Visual Basic 特別注意喔 這邊 恐怕你要寫一點程式 那這個邏輯 主要是第一個 因為我是 在什麼時候 我 第一個我要先判斷就是說 哪一個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 哪一欄 A欄 如果這一欄裡面 只要有這個裡面的資料 只要A欄裡面呢 只要有一個儲存格裡面資料 變動的話 那我就 去做後面的事情 什麼事情 把後面的 他A欄變動 然後呢 B到F欄 後面這幾欄 有沒有 B到F欄 直接到F欄 幫我 直接輸出 輸入那些我剛剛做好的公式 這個邏輯大概是這樣 那程式怎麼撰寫 一 先找到你現在的工作表 我是這個工作表 點兩下 二的話呢 這個地方就會需要 了解一個叫 在VBA裡面有一種叫 哪一個 物件 當他在發生什麼樣的事件裡面 會做什麼樣的 處理程序 所以剛剛是什麼 在這個工作表裡面的 A欄裡面 改變了喔 那我就把那個後面的 B到F欄裡面輸出公式 那在VBA裡面的做法是 找到這個物件 叫工作表 這個名稱有沒有 上面會有一個叫 Worksheet 點擊它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先 幫你產生一個 預設的一個事件 什麼事件呢 叫 Selection Change 就是裡面只要選舉區改變的話 不過理論上 我們不是選舉區啦 但你用選舉區 改變 其實 也一樣 會 會Work啦 不過有的時候 我建議是用另外一個事件 會更好 就是Change 這個好像前面是不是有帶到過一些些 這個畫面 那 底下這個SelectionChange 就可以Delete掉 不用沒關係 那它的觸發是 Worksheet 指的是什麼 這個工作表 如果被 Change了 只要它裡面有一個儲存格 被改變的話 它會告訴你 用什麼方式告訴你 用這個Tarkey的物件告訴你 那裡面比如說呢 我要先做什麼呢 判斷一下 因為其實 不是所有的 就是 儲存格改變 我都要做處置 我會做處置的是什麼 如果 if Target 它的藍 藍的話是A藍 那藍的話特別重要 Target點什麼 Colon 它這邊有一個CO 有沒有 打一個CO就出來了 如果Colon 等於什麼呢 等於D藍的話 特別注意喔 這個 我好像試過用A 好像不OK 可能要用數字 D藍 Zen Enter兩下 Enter if 先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呢 只有A藍 我才要做 資料的處理 如果不是A藍 那我就直接跳過了 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那要做什麼呢 就是 在那個儲存格裡面 哪一個儲存格 Sales 他會問你說 那你要告訴我哪一列啊 哪一列呢 其實就是跟什麼 跟變動的那個儲存格同一列 變動的儲存格 那變動的儲存格是Target 所以Target 列 點什麼呢 點弱 意思就是說 這個Target就是 你被變動啦 就是 其實這英文意思 就當然是目標啦 其實 這邊指的是什麼 被 改變的那個儲存格 他的 藍 跟他的列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來來處理 逗點 哪一藍呢 B藍 這邊可以打個 B藍 OK 等於什麼呢 一個公式 什麼公式 就是 我們可以從那個剛剛 這個Bearless裡面 就這個公式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Ctrl C 記得取消一下 再切到哪裡呢 切到這個後面的把它 Ctrl V貼上 不過貼上我前面講過 有兩個規則 一 如果有雙引號有沒有 再補一個 應該還記得 然後呢 這裡面有兩個雙引號嗎 一個 補一個 一個 補一個 第二個呢 這個列號 當然 你不能永遠是2 輸出2的話 他永遠都是 抓那個A2裡面的那個 所以2怎麼辦呢 用 跟什麼 Target.Row一樣 所以 這個地方2怎麼把它 變成Target.Row 你不能直接貼上 切開切開 一到中間 ANDAND 一到中間 前面好像放I 有沒有還記得吧 有沒有蠻多地方都 那你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中間 放一個那個Target.Row 把它Ctrl C 放在這個的中間 這樣就OK了 這個意思就是說 A 比如說如果 變動那個是第三列的話 那就是A3 後面這個一樣 所以你可以 把這個複製一下 在 這個貼上 把它蓋過就可以了 好 我們就完成了 不過我現在只有完成 B欄 我試一下 如果B欄OK的話 那C欄 到F欄 其實都一樣 我們試一下 這個地方 如果我現在下拉一下 這個 NAND會不會過來 這個地方會出現什麼 與法錯誤 後面多了一個 這個地方 看一下 是應該有 還是有錯 這個嗎 然後後面的話 這個嗎 其實像這種狀況 有的時候 因為 我的習慣是乾脆重貼算 因為如果你 慢慢改 你永遠 所以乾脆這樣 Ctrl C的取消 然後 這邊直接 原來是雙引號雙引號 移到中間 貼上 然後去改 一個 改兩個 對 這個都不要動 然後再來 把這個改一下 所以剛剛的東西 你就是 把這個雙引號雙引號移到中間 ANDAND再移到中間 然後打上那個 Target點 前後先加那個空白 這個再加一個空 把這個 複製過 貼到中間來 這個做完之後 再把這個 Ctrl C 貼到什麼 這裡 沒有問題 所以有的時候你要從頭再找一遍 搞不如 重新來過一遍 有時候反而 比較不會花太多時間 這個 大概訣竅就這樣 好 做完了 對不對 我們來試一下 切到這個 它其實你如果用別的 工作表 它不會WALK 一定只有這個工作表 因為我們指向是這個工作表 當我點選什麼 點選其中一個好了 假設這個 有沒有 B欄就過來 他會自動幫我帶 A3 的第八 第九 有沒有過來 可是C欄怎麼辦 一樣嘛 所以 其實我們後面只要 把 那個 B欄做 B欄做完之後 C欄也一樣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把這一行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呢 移到 移到這個下方 有沒有 再 把它 貼上 貼上來改嘛 然後改就改 改哪裡 改這個中間這裡 這個就 再改一個什麼 C欄 等於什麼 就是複製貼過來 把那個列號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這個東西 所以你就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我改一次 給各位看 其實就是這樣 這個 Ctrl C 取消一下 不然你那個VBA 貼不上去 C欄裡面呢 貼上 那2的話呢 把它改成 這個有沒有 貼上 OK C來OK了 那 D E F 都差不多 所以做法上 做完之後呢 當然你可以再試一下 有沒有 這個又OK了 一直類推啦 全部做完了 因為 這個反正要動動手啦 所以我這邊已經有做好了 我偷懶一下 直接把這邊 乾脆直接把這邊 拿來用一下 OK 直接就貼到這邊就OK啦 反正就 到底是一樣啦 CDEF 後面呢 就是做剛剛 一樣的事情 做完之後呢 結果 就 完成了 那完成的話呢 最後來試一下 基本上呢 這邊 點一下 自動就全部帶出來了 不過這有個缺點 什麼 有一個地方喔 我剛剛試一下 我發現如果我把這邊刪掉的話 後面怎麼樣 他會變成沒有東西 所以你可能要補一個地方 補什麼 如果這個裡面的東西是空的 那就幫我也把後面順便清空 的這個敘述 會更完美啦 寫程式就這樣啦 那這樣就OK了啦 差不多也沒什麼好挑剔的 基本上 所以如果你要把後面的程式加上去的話 很簡單啦 就是 第一個先判斷說 裡面是不是 所以 是不是第一欄 是第一欄 好 再來底下的話 再多一個判斷 什麼判斷呢 就是 如果裡面是空的 那所以如果 你就打一個Target 他裡面的資料 點Value 他裡面的值 等於空的話 Zen 做什麼 不過理論上應該 幾種 等於空的 應該是不等於空 是執行下面 所以你可以不等於 如果不等於空的 就是裡面有東西的話 那就是執行底下的 對 那反之的話呢 所以底下會多一個L 然後加N的F N的F 所以會有 潮狀的 那習慣上會把這一幾列 縮排 然後呢 這幾 反之的話 怎麼樣 就是 我的習慣是 Ctrl C Ctrl V 那把什麼呢 把後面的東西 怎麼樣 清空就好了 清空 空的 等於空的話 是這樣的敷術 等於空 所以如果你等於空的 你就把 上下顛倒 有沒有 這一段跟 這一段顛倒 其實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是不等於 所以這個 敷術 邏輯的話 很多種寫法 好 看你們 習慣問 習慣 所以這邊的話呢 當然就多一個 就是 多一個 邏輯判斷 如果 裡面是 空的 那我就把它清空 我們來 續一下 到底OK 所以這邊的話 基本上 這個先 先delete 假設我今天 輸入一些東西 它會跑 OK沒有問題 那如果我把它清掉的話 它會 清空呢 看一下 偵錯一下 點Value 因為我連續清空好幾個 變成一個 Range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 再停一下 這個 這再一次 其實好像 如果只要一個 這個清空 這樣OK 可是如果你連續清好幾個 那寫法可能又不一樣 所以 這個可能 大概這樣應該 先OK了 但只能清一個 可是如果你是清 一串的話 那要另外的寫法 不過基本上 這樣應該 至少可以work了 然後 你要再 再找其他問題 這恐怕再試一下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那我有把那個 剛剛寫完的東西 一樣 貼到雲端 所以 這邊的話 總共會有 這個是本來的 這個是加上 如果裡面是清空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我才能夠 請問一下 不想認識 我 你 還有 關